欢迎来到硬核王探长频道,感谢您的订阅和点赞,善恶到头中有报,只争来早与来迟,今天分享民间故事,小叔子夜里如厕,意外听见嫂子谈话,躲进猪圈逃过一劫。 唐朝时期,荆州有个叫刘云恒的年轻小伙,他自幼失去父母,跟随歌嫂长大,虽然歌嫂时常打骂刘云恒,对刘云恒并不好,但刘云恒并未记恨歌嫂,反而很感激歌嫂收留他,因此他经常帮助歌嫂做一些脏活累活,还会将自己赚来的钱交给嫂子补贴家用。 刘云恒以为自己真心对待歌嫂,歌嫂便能改变对他的看法,没想到歌嫂早就针对他制定了一个十分恶毒的计划,刘云恒本不知道歌嫂对他的安排,直到那天夜里,他起床去如厕,意外听见嫂子与一个人的谈话,才知道歌嫂究竟有多么狠毒。 事情要从那天夜里说起,当时刘云恒忽然感到一阵腹痛,他急忙起身去茅厕方便,因当时月光十分明亮,刘云恒并未点灯,刘云恒在茅厕方便完以后,正要起身回屋休息,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嫂子的声音,林大婶,钱带来了吗?我和夫君已经商量好了。 只要你们给了钱,现在就可以将刘云恒带走。 刘云恒听嫂子提起自己的名字,还说要让林大婶带走自己,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,便躲在茅厕里没有出去,他小心观察着外面,就看到嫂子赵氏正在和同村的林大婶说话。 林大婶将一个拳头大小的荷包交给赵氏,疑惑地问他,你们真的愿意将刘云恒卖给我家配音婚? 刘云恒听见林大婶的话,心里咯噔一下,他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,刘云恒两天前听村里人说过,林大婶的女儿秀芳因病去世了。 林大婶和丈夫成婚十年,膝下只有秀芳这一个女儿,他们担心女儿在地下孤单,便想给女儿配音婚。 刘云恒听说这件事的时候,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,他以为林大婶家的事情和自己扯不上关系,没想到,哥嫂竟打算将自己卖去林家配音婚,配音婚的人只有死路一条,刘云恒从未想过,哥嫂为了钱,竟然想要她的命。 刘云恒愤恒地看向嫂子赵氏,却看见赵氏收了林大婶给的银子,眉开眼笑地对林大婶说,我们当然愿意把刘云恒卖给你。 若是留着刘云恒,他将来成婚娶妻,要花不少钱,而且他婚后一定会提出与我们分房子和田地,将它卖给你们,就能免了这些麻烦,我们夫妻还能赚些钱,我们怎么会不愿意呢? 刘云恒听见赵氏的话,顿时又气又恼,他真心敬重哥嫂,从未想过与哥嫂分房子和田地,没想到哥嫂却是他为眼中钉,恨不能除之而后快,刘云恒在这一刻终于看清哥嫂的真面目,他明白不管自己多么努力,都无法捂热哥嫂这两块石头。 刘云恒看见赵氏收下林大婶给的钱以后,便进屋将哥哥喊了出来。 接着,哥嫂便拿着绳子,领着林大婶走进了刘云恒的房间,刘云恒看见这一幕,心中顿时警铃大作,他知道哥嫂很快会发现自己不在房间,哥嫂若发现他不在屋里,肯定会四处寻找他,若他继续躲在茅厕里,肯定会被哥嫂找到。 刘云恒为了不让哥嫂找到自己,他趁着哥嫂与林大婶进屋的时候,急忙将墙脚横放着的梯子扶正,然后躲进了猪圈里,猪圈里有一头又大又肥的老母猪,刘云恒紧挨着老母猪躺在猪圈里,老母猪将他遮得严严实实,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刘云恒的身影。 刘云恒刚在猪圈藏好,哥嫂便发现他不在屋内,他们四处寻找刘云恒时,发现墙脚的梯子是竖着放的,他们以为刘云恒顺着梯子爬墙跑走了,立刻去外面追赶刘云恒,躲在猪圈的刘云恒,这才顺利逃过一劫。 刘云恒趁着哥嫂和林大婶去外面寻找自己时,急忙离开猪圈回到房间,他知道自己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家里, 便迅速收拾好行李,趁着夜色离开村庄,去了外地谋生。 刘云恒身上并没有多少钱,他担心哥嫂找到自己,便准备一路乞讨去南方谋生。 刘云恒在去南方的路上,无意中就下一个晕倒在路边的老婆婆,那老婆婆是一个负伤的母亲,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,还有些神志不清,因下人看顾不周,老婆婆才会与家人走散。 因刘云恒就下了晕倒的老婆婆,并帮老婆婆找到了家人,那富商对刘云恒十分感激,富商得知刘云恒无家可归,便收留了刘云恒,还给刘云恒安排了一份差事。 后来,刘云恒凭自己的努力,成了富商的得力助手,他赚了不少钱,娶了一位温柔贤惠的妻子,还有了一双温柔可爱的儿女。 刘云恒五十岁时,富商年迈去世,刘云恒等到富商入土为安以后,便辞掉差事,带着子孙回到老家祭祖,可他回到老家时,并未看见歌嫂。 刘云恒回到老家以后,得知他当年从家里逃走后,歌嫂不愿意归还林大婶给的银子,林大婶盛怒之下,将歌嫂准备卖掉刘云恒配因婚的事情说了出来,歌嫂因此是在村中名声扫地,人们都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。 这件事过去没两年,刘云恒的歌嫂先后因病去世,人们都说这是他们夫妻的报应,刘云恒得知此事唏嘘不已。 歌嫂未前,想害死自己的命,可他们不走正道,而是选择歪门邪道,他们最终英年早逝,或许真的是他们的报应。 刘云恒带着子孙去祖先坟前祭拜一番后,又带着子孙离开了,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这个伤心之地。